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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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7年7月1日之前 董建华和杨铁梁那个选举 那个选举没有火化的 但是家家爹也算是有竞争 做一场戏给你看 大家都知道一定是老董的 是不是? 96年的那个选举是 2007年那次选举 2002年跟着到2005年 2005年就是曾蔭权 那次又是一人 到2007年的时候 梁家杰的口号叫做 有得选才是老板 那时候我是社民年的主席 我带队游行攻击梁家杰 哪有得选择呢? 是不是? 喂 那个选委的选委 绝大部分控制在共产党手里面 你是只不过能够取得入场券 是不是? 但是你是不可能会当选的 是不是? 你怎可能能够取得过半数的票 是不是? 但是至少 有一个选举论坛 那你梁家杰和曾蔭权都可以 有火花 是不是? 那接着到2012年 又有个何俊仁 又有个反对白入了杂 有个何俊仁 何俊仁入了杂 梁振英 唐英年 又有选举论坛 我在那个选举论坛上搞事 被保安抬了出去 OK 那个选举论坛 我记得2007年的选举论坛 我呢 要进去会展的时候 在门口 拦我那个叫做冯检基 另外一个叫做李联辉 所以我真是不念舊恶 我说一说 阿基那时候 不知道做些选委什么什么 就不让我进去了 你真是 那又想进去搞事 那次是2012年 那次是2007年 梁家杰那次 有梁家杰和曾蔭权那次 是吧 是吧 到这个 2012年 梁振英这一届 有何春仁 唐英年 是吧 我就是 在九龙湾展贸中心 那个选举论坛 我们去搞事了 跟着当然被人抬出去 是吧 那我在这 起码我大声疾夫 骂那些起底 是吧 何春仁现在坐牢 所以真的 有时候看回这些 唉 就是一路下来 你看到现在是 循序漸退 是吧 是吧 好了 当年 唐英年还在选举论坛里面指着梁振英 你骗人 你喜欢说大话 后来我就把那个录音 放在立法会的时候 我就播了这段录音 是吧 那他就搞了 唐英年就说他僭建 接着叫了那些人去唐英年的大宅那里 那些记者就在拍摄 我记得那时候 刘孟雄 就通知社民联 你要去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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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唐英年 因为刘孟雄帮梁振英助选 是吧 那他打电话给我 我就屌尺他 我那时候是人民力量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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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你帮梁振英助选 我帮你做这些事 是吧 诶 潜建 那些是丑闻来的 后来就揭发梁振英 也有潜建 你真是 多丑惡 你说真的 是吧 是吧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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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超 李家超 好心理 真是 几百亿身家的人 是吧 那你贪图了什么 现在 是吧 这些人真是 是吧 所以我跟他很熟 就是 他的脚尾都不是一个坏人 是吧 但是 你说这些共产党 多可惡 真的是 你是扭曲到一些人性的 你知道吗 这些人性被扭曲的表现 你问一下他的心想什么 你问一下他的心 恨不恨梁振英 是吧 现在你要在梁振英的 选委会总召集人 领导底下 去帮李家超助选 另外一个更加不堪的 那个 就一定是谭耀宗 你做个民建年主席 你第一大党 都没办法做特首 你这个党 曾玉成2012年代出来选 共产党 学着他 那时候我也有跟曾玉成谈过 很多人都支持他做的 有些反对派都支持他做的 起码都好一点 这些人 一久到这个地步 那个政协常委也是这么久 这个人大常委也是这么久 你说你做共产党的奴才 你哪有人格的 哪有尊专的 是吧 你问一下自己的心里 在想什么 李家超 你什么警察 是吧 何德何能 你会这样想 这个人 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他很硬 怎样都不硬 这个不是他的政绩 是吧 你也可以不硬 那时候就是 所谓止暴制乱 撥乱反政 就是落重手 狂逮捕人 只差了被杀人 是吧 你做保安局长这个位 到你不硬 所以硬 硬 也这只不过说话硬 硬 实际行动 是这个盧韦聪 邓炳 那些负责的 是吧 去剥夺别人的自由 打这些年轻人 抓他去坐牢 这些全部是警察做的嘛 现在他很硬 这个林健峰说 他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就是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个黑暴的 黑暴 就是 对黑暴 就是绝不守怨 很硬 就是这样都说得出 你这些人 快点死吧 真是 你怎么对你的子女啊 大佬 是吧 别人说一日后门 心似海 你一去扔共产党 一贴上共产党 你就没有人格 没有尊严 是吧 这个是必然的嘛 喂 你早期那些 就是共产党 草創时期也好 或者建政初期也好 至少都有一些所谓得高望重的人出来 就是支持这个新政权 那他们的想法很简单的就是 国民党腐败 共产党取而代之 希望可以改变中国 是吧 令到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化 结果后来上了当 那时候那些人至少都是 喂 他的目标是 比较纯正一点的 你这些契狄做共产党的奴才 甚至共产党奴才的奴才 哇 你贱得这么浇关 做一个刘兆街 哇 澳门无识堅 你真是 哎呀呀 对香港的 他现在不要分裂了 要把 拱固爱国阵营 你李家超来拱固爱国阵营 这个人 你什么老而不死 视为责人 最佳典型 还出来献世 你真是 是不是 民建棺材香 那辣味饭 已经 你老尾真是 你看到这些人 陷家产 真是 啊 你真是 我只是我可以这样说 老实说 是不是 你现在台湾 当然可以了 没所谓 我也要说 是不是 是不是贱啊 我现在逐个数给大家听 是不是 你 谭耀宗也是贱到无论 你那个党 喂 你可以say no 但是我没有空 我怕没有政协 没有人大常委做 你真是 是不是 你仔细是澳洲人 你真是 现在就来清算你那些 你什么有外籍身份的人 我现在告诉你 你不要有好得意 是不是 那时候一二年 还有一场这样的气体 你骗人 也是因为唐英年揭发 梁振英主张用这个防部队 对付这个示威 是不是 那问他有没有 他说没有 那他就说你骗人 那其实真相就是 两个都在行政会议里面 这个行政会议的机密 那你 唐英年在选举论坛爆了这个机密里面 违反这个行政会议 那个集体负责制的保密制度 所以接着就被人拔下来了 后来那些人就这样说 是不是 那我有一次和他吃饭的时候 我问他 他也答了一够够 但是至少 他揭发了真相 还有当年 04年 我和大班蜂麦 就是梁振英的契弟 是不是 你逼商台 你因为要出牌给他 组牌 那这个余真就是搞我们两个 早上 晚上 这两个 一早一晚 真是 佔了整个香港 那个广播 就是广播 电台的收听率 几乎一半 真是 是不是 你说 2003年 天天天叫人上街 那就要清除这两个名嘴 就是梁振英的契弟 由唐英年揭发 唐英年那时是管香港电台的 他做这个 这个 那个 那时不是叫做 财经及库务局局局长的 又是 不是 商经局 商经局的前身 OK 那时我特别跟他说 有一次 我记得 我说 Henry 局长 你真是不要搞香港电台了 这个是烫手山湖 你明白吗 我有说过 那时 就是 一开始要搞香港电台了 这些都是 将来我写回录的时候 可以写的 有时地人 你真是 那你说香港的演变到现在 你看什么样子 那时还可以这样 好了 最精彩的当然是 2017年那次特首选举 有胡国卿 有曾俊华 曾俊华 曾俊华可以进入习 就是因为 泛民给他票 泛民的选委给他票 他已经进入习 而已 那当时 共产党就是要这个 给林郑做 那你 财政司司长辞职参选 他都给你去选 你够提名 他都给你去选 但是你一定 不选不了 当然了 最惨的那个 叫做叶楼淑宜 习都进不了 你看 所以他这届年前 没有声气 这届之前 我已经告诉大家 你看静到这样 是吧 结果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静到这样 一人参选 是吧 延迟的选举没有问题 没有影响 没有选举工程 那时候 打罗打鼓 你花了多少钱 曾俊华 林郑月娥花了多少钱 这三个都花了很多钱 是吧 有很多人捐钱 做得最好 选举工程 当然是曾俊华 令香港人 希望的希望 竞争争出来做 始终对香港 也是有好处的 那我那时候 经常说的 法无无那么早 大哥 是吧 那 就算以前 这些所谓有竞争的 多过一个候选人的 结果都是预知的 因为制度本身就是这样 是吧 那些选委全部是 木头公仔 是橡皮图章 举手机器 好了 到现在干脆 一人 真是 还是有史以来 这个特首候选人 水平最低的一个 有很多评论就是这样的 人民逆云 包括纽约时报 很多都是的 这个强硬派出来做特首 你真是多鸠鱼 是共产党做特首 什么强硬派做特首 他够硬 就是强硬 扭了时报都是这样说 我写一篇评论 有介绍分析 说他在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大度很强硬 我这本书有了 他在这个反送中运动里面 每一次那些 所谓我认为 比较重要一点的讲话 或者对一些案件的评论 我全部都有 因为我将他列为 一个将来要清算的港奸之一 卖港权奸之一 第二天在纽纶审判的时候 他是其中一个被清算 证明我有眼光 我摆出来说 这是要被清算的其中一个 然后他没多久就被制裁了 其中一个被制裁的官员 和这个行政长官 这个律政司司长 保安局长 就是他 另外警务署长 都是制裁名单里面 当然现在你做了特首 你也是在制裁名单里面的 那你子女不用至于去美国 那你可以走出来 我不用去美国 那什么时候叫你子女 交回英国护照 叫你老婆 你先交回外国籍 那你就一定没有了 你要做特首就一定没有了 有也就没有了 休息一会儿 我一直都没有了 ей门 你没了 Entonces 我这张座 我希望你有钱 最好 你来不是 让我你们 那就去不理想 因为我 不理想 我